到六政新中学 每年都会基盘真爱健行华党 透过我走路请你赞助的方式 和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隔天的健行华党已经基盘50年 这个包括全校苏星以及比较校友 有3千多人参加 大家也将挑战将近25公里的楼梯 仅仅国家建立市第五楼 最后再登到候逢 一早前进行中学就流到冠军 但是学生也将来挑战这25公里的仁爱健行华党 不过是头一次来参加 学生是已经参加过来拜登后 大家都表示这真正是一个有意义 有过充满挑战的华党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嘛 就是来建行我们走过 就是我们走每一公里的话呢 就是可以捐就是一分钱这样 就是帮助帮助更多的人这样 其实上个礼拜的时候就蛮期待的 大家真的到的时候有时候也蛮紧张的 因为有时候会怕自己走不完 我是第一次参加真爱健行 我觉得走25公里我的脚可能回不来 今生中学院的健行华党 基本基金也已经50年的时间 今年刚好全校苏星比较校友来共同参加 而且要赶到当初冲伴华党相关人员 中共三千万人大家将会好好出发 整奥国家的目标 那从民国61年到现在已经进行 今年是到了第50年 那我们每年的学生呢 全校从国一到高三都会走这样的活动 而且是由高中部带国中部的方式来进行 那每年全校的学生呢 大概今年有差不多2500位学生 加上回来参加的校友以及 从台北下来的希望基金会 每年大概有三千人左右参加 新生中学每年的人来进行华党 平均是都可以来募集到60万的公益成本 今年后方也特别从厚务范围来扩大 希望可以来帮助关来平衡的入社合同 那我们人类进行25公里 你可以要很多人来赞助你 每公里是多少钱 然后把这些募得的这个款项呢 全部捐作公益来使用 那我们整个捐助对象 从过去的单一的受真正的团体 把它扩大成整个云林县 一个偏向小学生 如果需要的话 又会有各校的校长提出这个名单的话 然后我们以整个人来进行募集的资金 来帮忙这些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到时进行中学 现在建训华党基本基金已经50年的时间 突然可以让学生来走路无款做公益 大家可以为建训人中来 获胜帮忙并来增加感情 记者跟仪仓报道